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当前全国早稻收获进度过半 南方稻区已进入早稻机中抢收 晚稻压查抢中的关键时期 今年以来各地加大力度 推广两种粮法 力促单产提升 目前南方稻区已提前做好农机调度准备 预计有26万台联合收割机 23万台插秧机 5万台烘干机 投入双抢机械化生产 能够保障正常作业需要 江西今年在全省临选推广区域 适应性水稻新品种20个 以两种带动单产提升 眼下1800多万亩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 这里是江西省信封县重鲜乡 千亩杂交水稻这种基地 今年当地选用更适应本地气候的新品种 我现在现场采集的几株稻碎 发现有效碎粒数都超过了60例 专家预计这里的单产 比少年要提升10%以上 今天我们制装的这个品种 也是抗性比较好 特别是抗毒病 抗毒能力也比较强 设施高病种能力以后 某厂要增加100多价 在浙江宁波早稻收割和晚稻种植插秧 相继开展 在浙江宁波鱼瑶市三七市镇魏家桥村 层层叠叠的稻碎颗粒饱满 涨势颇为喜人 水稻收割期在田间迅速完成稻谷脱利 稻杆粉碎还田的收割作业 收割完成的土地 经过一周左右的晒田 就可以种植晚稻了 在浙江宁波银州区江山镇菜狼桥村 种粮大户卢芳新家里的收割机 也正在田间来回作业一片繁忙 在现场农期站的工作人员 知道种粮大户做好农期具 调配和技术服务 我们银州区现在的早稻的 种植面积大概有6.5万亩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 今年浙江宁波早稻 种植面积35.05万亩 比去年增加3.07万亩 增幅9.6% 育枯母产435公斤 育枯总产15.25万吨 比去年增加1.57万吨 增幅为11.48% 农企专家提醒 早稻尽量做到成熟一块 收割一块 防止台风等不利天气造成损失 早稻收获后要抓紧翻更 尽早插中连坐碗道 并确保插中密度 秋粮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 四分之三左右 近期多地的强降雨 给秋粮的田间管理 带来诸多挑战 各地出台多项举措 助力秋粮 丰产丰收 山东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主产区 眼下这里的玉米生长已进入拔解期 近期的强降雨增加了玉米旺涨的风险 因此田间管理的主攻目标是控杆醋碎 在林毅县苗府安村 当地制定质保方案 安排非防无人机进行化控作业 每架无人机每天可以作业600亩 在河南 玉米长势总体良好 播种枣的地块处于大喇叭口期 大部分是在小喇叭口的阶段 近期持续的强降雨 对玉米的生长产生一定影响 省农技专家来到遭受暴雨袭击的南洋 深入田间地头 查看大豆 玉米 花生的苗情和积水情况 指导雨后田间管理 确保农作物稳产丰收 据预测 今年迅期我国气象条件总体偏差 抗灾夺丰收形势严峻复杂 目前南邦道区已组织动员 770多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 以及33550多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 积极开展 抢收 抢轰 积水抢牌等应急作业 确保粮食丰收到手 在安徽宣城 此前的持续降雨天气 导致早稻收割比往年推迟了三天左右 如果不及时收获 将直接影响接下来晚稻的生长进程 为此 当地立即组织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 帮助种植户抢收 只要了解到农户有接收方面的需求的话 我们就会一个组织服务队 上门帮助农户解决问题 受洪涝灾害影响 湖南 密罗各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其中农作物受灾面积超过30万亩 在罗江村万亩双季道示范片 种植大户正抢抓请好天气 组织多台机械 对达到收获标准的早稻 及时收割回仓 当地农业部门也及时安排农纪人员 吩咐各镇开展灾后生产 及恢复技术指导 督促乡镇抢天气 做好早稻抢收和晚稻抢中工作 同时补足灾后农业保险的救助 减少灾后损失 目前蜜罗全市已调配救灾种子100吨 运至洪涝种灾区及双季道种植区 免费发放给农户及时播种 共投入使用收割机 插秧机 烘干机 拖拉机 千余台 双管齐下 保障灾后生产 今年入美以来 湖北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天气 给栽田农作物 尤其是中道造成不利影响 当地正积极补种改种 降低损失 今年湖北省中道种植面积达3000万亩 在咸宁市咸安区厅寺桥镇古堂村 重量大户田辉 正在利用无人机 给在田中道喷洒杀菌剂 增强水道抗病抗逆能力 今天我们打的这个杀菌剂和杀菌剂 过一个几天 还是要追一点药素 追一点肥料 促进水道的营养生长 近期的暴雨 导致一些低洼地区中道受烟严重 需要及时改种补种 在赤壁市 需要改补种的中道田面积1.9万亩 在车部镇芙蓉村 村民田四清正抢抓情好天气 在受烟的中道田里改种碗道 市政府安排就在资金 190万 安美某100块钱 进行先进补助 补助的方式就是 直接发放到农户的一卡通 对于一些水还没退 已来不及播种的田块 部分地区还通过集中预秧 机械插秧的方式改种碗道 目前湖北已经完成改种补种 27.4万亩 占比九成 预计在7月20号之前 全面完成改种补种任务